把这水也放了 现在立马就热了 你看现在的暖气能达到20多度 所以我心里特别满意 各供暖公司还在小区内设置了维修点 24小时受理居民的供暖维修 按照中医理论 立冬后进步能够使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储存于体内 从而扶正固本增强抵抗力 到了冬季吃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这些食品 比方说大家比较喜欢的像火锅或者什么乱炖 或者一些补药 比方像申味像这个什么鹿绒等等 但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进步不能麻木 上火锅的时候就不单纯是肉了 恐怕这个内脏啊 什么百叶啊 什么堵啊 什么都要吃 那么这些东西里头应该说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尤其这个汤 它里头含有这个飘零类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如果过多的摄入呢 那么恐怕会引起这个痛风的加重或者复发 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 进食辛辣和烫热的食物也要有所节制 因为辛辣制品呢 能够使心率加快 呼吸也加快 而且呢血液也升高 专家介绍 由于北方冬季气候干燥 常有大风天气 因此资因是冬季养生的重要内容 白菜 银耳 木耳 枸杞 梨和猕猴桃等食物可以多吃 辛辣厚味 烧烤油炸的食物则以少吃伟妙 此外 立东还有吃饺子的习俗 这来源于胶子之食的说法 大年三十是旧年和新年之交 立东是秋季冬季之交 所以这胶子之食的饺子不能不吃 今天 新城的不少餐馆 就精心准备了各种美味的饺子 立东北京人就是吃饺子吧 就进入冬天了 然后昨天晚上 我们知道今天是吃饺子 人多加班到12点钟 然后就来6点就来上班 除了传统做法的水饺 还有平时少先的玉米面 芋头面等杂粮水饺 而在许多超市 饺子和各种制作原料 也成了主角 民俗专家介绍 羊肉大葱馅的饺子 最适合在立东吃 因为随着这个节气的到来 人们应该吃一些羊性的东西 增加热量 北京台综合报道 立东了 天也要凉了 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 有雾 要注意交通安全 最低气温是8摄氏度 明天白天 多云渐阴 偏东风23级 最高气温降到了12度 好 下面我们再继续到2009 北京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上看一看 今天是台湾时尚日 来自台湾的12家品牌商 和顶尖的服装设计师 也把宝岛原汁原味的时尚 送给精诚 如果告诉您 模特身着的这件抛楼衫 是由12只矿泉水瓶 经过回收再加工制成的 相信大家一定会很惊讶 这种从台湾近期兴起的 新型环保纺织工艺 此次是第一次在内地展示 从塑胶瓶 然后到瓶片 然后到锯子粒 到砂 然后到布 叫做再生锯子纤维 据了解 61只矿泉水瓶 可以制成一条 1米5 x 1米8的毛毯 这种垃圾变黄金的新科技 目前广泛应用于台湾慈善机构 在台湾品牌联合发布会的舞台上 还展示了户外服饰 孕妇装 婉装 等多种台湾原创服饰 同时举办的台湾品牌商家会 也为台湾品牌和设计师 搭建打入内地市场的平台